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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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第三只眼睛带你看世界 今天我们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阿南德在昨天议席,即10月4日 刚刚为大家所作出的最新预测 阿南德说:"亲爱的朋友们 今天我想说一说即将来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 我之前提到过有关于这个时期的视频 所以我今天制作了一个关于2023年10月到2023年11月之间的重要性的视频 这个时期对于全球地缘政治、自然灾害 以及可能在这段时间内发生的其他事件是很重要 我在这里再次强调 准备确定将会发生什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任务 但我已经尽力根据过去的模型 占星资料以及伟大的古代智者的言论 来理解在这个特定时期可能会发生什么 首先这个时间范围 也就是由2023年10月到2023年11月 是一个会发生最重要的系列事件的时期 包括天文和占星事件 这个区间段包含一系列非常重要的事件 这个意味着会有活动一件接一件的发生 首先我们会在10月14日迎来新月 之后在10月15日到16日之间 太阳会由一边移动到另一边 现在这两者之间的间隔只有几天 第三我们将会有一个特殊的组合 遲一点我会跟大家讲到 其中一边这个图像不代表天空的实际情况 它只是用来在占星学的角度理解 星盘如何来看 这个并不是天空中的实际样 与真正的天空看起来不同 基本上是木星 拉湖和月亮都在天空的一个特定区域 好像与火星对立 在火星对面大约180度的角度上这个位置 而木星、拉湖和月球受到土星的影响 印度占星学或招提沙尔具有特殊的特点或互动规则 通过这些规则 一个天体可以影响或投射它影响到另一组天体 所以这是我们正在这里看到的这种组合 很快就会产生影响 这种组合已经形成了 我们已经看到一些效应 但还有很多后果 会在不久的将来出现 究竟会发生什么是今天这个视频的主题 我会尽力解释清楚 这对大家意味着什么 因此 2023年10月至11月 特别是2023年10月尾 是最重要的时期之一 在10月尾 我会说 由14日开始逐渐加强 一直到20日左右 在20日之后 28日是一个很重要的日期 在这个日期之后 或者在这个日期附近发生问题的可能性很大 在这个特定的合并之前 新月会在10月4日出现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日期 这是全球地缘政治的紧张日期的标志 这是这个特定组合的直接后果 一个特殊的组合 往往预视着有组织的暴力事件 包括恐怖主义 恐怖主义很可能会在这个时间段发生 我想提一下 当日发生这个情况的原因 是这些行星的组合 一侧是木星 月球和拉湖 另一侧是K2和火星 这个组合上次出现 在2001年9月11日 当时世界贸易中心被襲击 两座大楼倒塌 几千人丧生 开启了反恐时代 基本上 这是全球发生的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因此 这个恐怖襲击事件 正好发生在这个特定的组合期间 所以我认为 这段时间确实存在着重大风险 即使可能不会像2001年那么严重 因为2001年的天体位置比今年 惡劣很多 但很可能会很相似 如果我们将911 恐怖襲击期间的 具体行星位置 和我们现在看到的位置作出比对 特别是在10月尾和11月初 我们会得到很相似的位置 总体来说 在10月和11月之间 我们很可能会看到这种事情发生 恐怖主义肯定会抬头 自然灾害也有可能发生 所以自然灾害和暴力 是我们可能面临的核心问题 特别是在某些地区 现在来看看这些地区 首先我们看的是一个危险区域 这个危险区域基本上是这里标出的区域 很可能在这个特定区域发生一些重大问题 因为我们已经在这个特定区域面临了一些危险事件或致命事件 部分原因是由于这个区域朝着特定方向 更具体地说是朝向我们所认定的中心点的西側 似乎这是一个主要的危险区域 因为我们在过去几个月里 已经看到这个区域发生了几次灾难 正如我们在之前的视频中所预测的那样 我们已经说过一些正在进行的危险时期 这个时期引发了很多多年来未曾见过的自然灾害 其中之一是土耳其和敘利亚之间发生的重大地震 令到大约5万人丧生 接着是在这个地区发生了重大的森林大火和洪水 然后在摩洛哥发生了一次地震 令到超过2000人丧生 接着是利比亚发生的一次重大洪灾 造成大约2万人丧生 所以所有这些事件都发生在这个区域里面 这个危险区域还不包括俄罗斯 烏克拉的冲突 它也非常靠近这个危险区域 令到几十万人丧生 还令很多人流离失所 在过去的一年和前一年发生了这么多事 我观察到这个地区已经成为这些问题的焦点 我们很可能会在接下来几个星期内 在这个特定区域见到更多问题 除了这个区域之外 我还见到另一个主要区域可能会存在问题 特别是在2023年10月14日之后的一段时间 大约是在那个时间框架内的16日左右 在2023年10月14日之后 例如为了方便计算 我们可以考虑在10月12日至13日之间 一直到11月尾 更具体地说 在10月的最后几个星期 我们很可能会在前面提到的危险区域 见到一些重大问题 这和部分日食有关 根据占星学 这个区域可能会受到影响 除此之外 即使不是由人类制造的暴力 这个区域也可能发生自然灾害 然而根据我所见到的 这个地区似乎是暴力事件的高法区 甚至在目前的情况下 这个区域以及东南亚和印度东南部 也可能受到严重影响 除了自然灾害 我相信印度的西南部 可能不会受到影响 但对于暴力事件 印度的东南部 以及西部地区 更有可能受到影响 这些观察是经过重要的研究得出来的 当然 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还需要对这个地区作出深入的分析 阿南德说 我现在在这里祈祷 希望大家一起祈祷 我相信定期的祷告 可以帮助整个世界 让我们对神抱有信仰 令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 其实不止阿南德 包括派克 当然也不少得我们 在节目中 一直提到的就是对神的信仰 派克说是精神上的提升 这些是解决一切不幸的万能所舍 善良影响着我们周围 所有人和整个社会 另外 阿南德 在9月10日的节目中 他曾作出这样的预测 如果当时 摩洛哥地震的死亡人数 低于5千或1万 那可能会在2023年10月至12月之间 或在2024年4月至5月之间发生 另一场重大自然灾害 可能是地震 在2023年10月至12月 特别是在10月尾 11月和12月尾 我们都需要好小心 2024年初也有可能发生 我之前已经详细解释在2024年初 可能发生的自然灾害 另一个导致这次危险地震发生的原因是 火星进入一个星座 積柱里座 对于即将发生重大事件 尤其是涉及自然灾害的事件影响很大 其实地球对这些星球的运动是很敏感 我曾经无数次观察到这一点 这是我大多数预测的基础 包括关于COVID-19大流行 以及俄罗斯 乌克兰战争的成功预测 因此我呼吁各个气象部门进一步研究这个重要课题 因为他们可以拯救很多人的生命 研究是有益的 我们应该始终保持开放的眼睛和头脑 如果我们尝试的话 没有什么会出错 在8月15日的节目中 阿南德还预测过 在未来的20年里面 非洲、印度和东南亚的不同地区 将会重新获得他们的地位 摆脱 第三世界国家的形象 回归到他们最初的光辉时光 然而在实际这一点之前 还会发生很多事情 不幸的是 会有很多流血事件和政治转型 由阿南德10月4日和9月10日和8月15日 三次预测来看 第一 未来可能会有很多流血事件和政治转型 第二 10月至12月之间 或在2024年4月至5月之间 可能会发生一场重大自然灾害 可能是地震 所以请大家在2023年10月至12月 特别是在10月尾 11月和12月尾 这几个时间段 都要很小心 第三 10月尾和11月初 要特别留意 有可能会有恐怖事件爆发 也有可能是自然灾害 当然 阿南德也曾经表示 她的预警不是在这里危言耸听 只是提醒大家为即将发生的事做好准备 所以预言这回事 自供大家参考 好 今天的节目 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次见